马国毕赌博家庭幸福!对小艺女说。 一人马国毕2013年因职榜签读欠下5000万债务,与妻子Joanne协议离婚,她将原因归咎于失去信任,自认为给前妻安全感,让对方觉得被骗,才会让三年的婚姻就此画下句点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马国毕透露当年前妻仅知道自己有完职榜签读,不清楚她欠价金额,所以爆出欠债新门时,她回家急着打电话筹钱,为了不让对方担心,马国毕仅跟对方说,问这么多干嘛。 直到最后她才坦诚自己欠下千万度债,庞大的金额让对方听到一度说不出话,她直言夫妻间最重要的是信任,如果如果今天换她这样对我,我可能也走不下去,不要说是她,就算今天跟任何人讲,可能都没人敢接受。 之后,Joelle已不要害到小孩,唯有要求离婚,两人结束三年的短命婚姻,马国毕表示前妻仅叫她先还清债务,没要求她帮忙复养女儿的开销,让她非常感激。 看到已经上小一的女儿被照顾得这么好,马国毕也希望日后女儿长大会上网搜寻新闻时,打出马国毕不要跟住出现欠债的关键字, 盼自己能让女儿看到爸爸没有逃避,或者已经还完债务开始新的人生,当然这也是对自己负责,给小孩一个不一样的爸爸。 不过女儿现在开始懂事,马国毕开始你爸爸没有跟妈妈一起住,是因为爸爸不听妈妈的话,所以你要听妈妈的话,不然会像爸爸一样被赶出来的说法,解释自己没一起住的原因。 现在马国毕的千万债务仅剩800万要孩,她表示现在的目标还是放在还完债务,不打算再婚,不过不排斥再找个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